好 我們今天繼續看第三章的部分 那第三章當然我們還是一個比較概念的東西 就是會談到一些比較邏輯系的思考 叫做結構化的城市設計 那結構當然大家對這個名詞有沒有概念 當然以後我們系上會修結構學 但是那個是力學 但是程式語言裡面我們在寫的時候 我們通常也需要把它結構化 那所謂的結構化的概念就是 要讓它變得比較有系統化 好 那系統化又是什麼咧 我們有沒有談過系統 有沒有 有沒有談過系統這個名詞 有還是沒有 我就有沒有就沒有啊 講一下話好不好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談過系統 我們有沒有談過作業系統 那作業系統 在談作業系統之前 有沒有談什麼 什麼叫做系統 有沒有 沒有 沒有啊 好 你說的算 沒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系統 你們兩解 你們在生活裡面有沒有談到很多系統 好 隨便舉個例子 來 系統 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什麼系統 好 電腦系統 電腦系統如果再仔細看 還可以分成什麼 細分成什麼 運算系統 好 我們之前其實談的 我們的電腦系統裡面 不是有去分成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什麼 部分嘛 那不同的部分 然後再以組合起來變成一個系統 對不對 好 那當然那個是我們上課講過的 那你是舉日常生活很多 你的 我們日常生活裡面用了很多的口語化的東西 都把它叫系統 像你們聽過交通系統 有沒有 有沒有 交通系統你聽過嗎 對不對 你們會不會用這個名詞 會嗎 好 或者是 選客系統 或是很多什麼什麼系統 那系統 這個概念是什麼 你為什麼把這個東西叫系統 有沒有想過這個意思 雖然這個是一個非常大家常用的名詞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什麼叫系統 有嗎 什麼叫系統 呃 系統大概 我不曉得有沒有講過 就是反正 系統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一個大系統 就像 你剛才講的 就是說如果是一個交通系統 這個交通系統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在細分成什麼 像你們今天怎麼來 來學校的 腳踏車 腳踏車 走路 ver 什麼啦 請你車好 摩托車嘛 摩托車是不是交通系統的一部分 小號車應該也是吧 走路也是嘛 然後還有什麼 你們還有人 你們坐公車來了 沒有 那反正這個交通系統裡面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子系統 對不對 那這些子系統包括不管是自行車的也好 摩托車的也好 或者是公車也好 或者是所謂的捷運也好 這些系統 這些公系統下面有所謂的子系統 這些子系統 它組合起來 就構成一個所謂的大的交通系統 對不對 那這些子系統的目的是為了要幹嘛 這些子系統的目的是為了共同來支持 你上面這個大系統的目標 那這個大系統的目標是為了幹什麼 為了交通嘛 那交通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把 人或者東西從A運到B嘛 這個就是你交通系統的最大目標 對不對 那為了達成交通系統這個最大目標 你下面的所有這些子系統所存在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達成這個大系統共同目標而存在的 那它彼此之間可能會有一些斜條或合作 像也許搞不好今天我從我家來這邊的話 我可能先做 以後搞不好我們那邊有輕軌 我先做輕軌 坐到這邊來 我再坐腳踏車騎進來 那可能就是兩個系統 兩個子系統 就和你在一起合作 然後幫我從我家運到同在大學 類似這樣的概念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系統的概念 所以你在死系運運回想 其實有很多系統都是這樣 像人體裡面有什麼 有所謂的呼吸系統 有沒有呼吸到系統 那呼吸系統裡面可能會有什麼 有鼻子啊 什麼 反正那這些呼吸系統的目的要幹嘛 它就是為了要支持你的生命 共同支持你的生命系統還存在的 所以類似這種概念叫System的概念 那結構化跟系統有什麼關係 其實結構化的某程度 就類似我們要把一個問題 當成是一個系統的概念 然後你去把它分 把它再往下 就是大系統它是一個很大的目標 但是我們為了要解決這個大系統的問題 我要把這個大系統把它black down 變成小系統 小系統完之後呢 再繼續把它細分 因為可能這個小系統還不足以 去呈現得非常清楚 我們今天所要達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再把它繼續再往下分 所以它變成一層 一層 一層 有沒有聽過這個名字叫Hierarchy 叫階層式的概念 主目標在上面 然後再分成好幾個目標 然後再想像幾個 有點像類似 如果你把它畫成主的話 我們把這個概念就是Hierarchy 就是階層的概念 那這個階層感覺上就是有一個什麼啊 有一個structure 有一個架構嘛 有沒有 它就像是一個樹有一個架構 這樣子架上來這樣的感覺 那所以我們今天在介紹這個結構化成這個 就是說我們希望把一個層次 你用層次 我如果寫層次的目的是在幹嘛 就是為了分數嗎 寫層次的最大的目的是要解決問題嘛 那你要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間 你的問題就是你的目標 你的目標啊 你要怎麼樣解決這個 解決這個問題 要達成這個目標了 你就必須把它分 再把它細分成 把這個大問題解析 解析成這個更小的問題 然後更小的問題之後 再把它分成更小的問題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把它 把它處理掉了 這個叫做structure 結構式的結構化的層次設計 那當然我們這邊會介紹幾個意思 當然有時候問題比較簡單 我說過 問題如果很簡單的時候 這個結構其實你在腦袋瓜裡面 一閃而過馬上就有了 對不對 就是你想想看你們上禮拜寫的問題 你們上禮拜的作業是什麼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你可能一閃而過 因為這個問題很簡單 你一閃而過你搞不好 屁一趴一趴一就寫出來 你可能並沒有特別去把它解析成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當你的問題如果變得比較大 比較複雜的時候 其實你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結構化程式的一個開發的過程 你會比較容易去解決它 而不會是這邊想到做一點 這邊想到做一點 就是比較沒有系統 比較沒有沒有組織化的去做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會談 那談的過程中間我們順便會談到一些 之前也許你們也看過的if while 這些的敘述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所以我們在解決問題 寫成是解決問題的之前 當然你要充分了解它嘛 一定要先了解整個問題的 整個background 或者說它的這個問題的特點是在哪邊 那了解之後你才會去規劃去解決這個問題的什麼方法 那這些方法當然有很多種包括數學的方法 或者是其他類型的不同的方法 那我們當然就是要介紹結構化的這個東西 那這些方法裡面呢 我們有談到一個就是說 它其實是一種我們把它叫做演算法 這個其實這個是這個名詞比較特別 演算法就是你想幹嘛演算在幹嘛 演算就在計算 對不對 特別啊 就是計算 那這個計算在計算什麼 這個計算就是說我在計算 我的問題解決過程中間 可能必須透過很多的計算的程序 去把它做出來 那這個計算的方法 我們什麼叫演算法 那當然演算法在其實是 如果對資訊有興趣 這是比較資工領域的 那資工領域裡面他們是在談很多方法論 就是說它為了解決某一個問題 它要有一個特定的方法 有一個特定的方法 它用特定的方法就叫演算法 好 像 因為我自己也有做一些這些東西 像你們 不要有問題 有一種演算法 這個名詞也很好 這個演算法叫基因演算法 那什麼叫基因 基因知道嗎 有沒有學過生物 有 基因是什麼 基因就是基因 你也講就來什麼意思 那就是那個東西 那基因是人類的 就類似染色體嘛 對不對 那我們人 其實就是很多這些基因組成嘛 那 你們不是有那個什麼 達爾文的學說叫什麼 跟基因有關係叫什麼 有一個很有名的名詞叫什麼 天則說 天則說有一個名詞 所以叫什麼 似者生存是優 似者生存 或者叫優勝劣敗 是不是 都一樣的意思嘛 對不對 似者生存優勝劣敗 那 為什麼演算法跟這個有關係 演算法 他有時候 他就是在 有些 演算法是在模仿自然界的這個 這個過程 所以他會發現說 我把我的一些解 一些solution的解 他在找這個最好的解之前 他就把很多解線找出來 然後把那些解 把它排列成像基因 然後呢 我就是利用我的這一代的solution 然後呢 兩兩去交配 就類似用基因的概念嘛 類似基因的概念 把兩個基因去交配 產生一個新的基因 然後呢 過程中間再去選擇更好的基因 然後變成下一個generation 下一個下一代 然後持續的去run 這個就是基因演算法 那這個過程中間 其實就是一個 還是一些計算 因為他在做一些所謂的 什麼交換啊 這個基因的交換 交配等等 那過程中間其實 都是一些特定的計算 所以當然這個是很複雜的一個演算法 我們當然不會介紹這麼多啦 那但是我們這邊的演算法 其實大部分都很簡單 反正只要記住 這個演算法的概念就是 任何的計算問題 都可以用特定的程序 這個次序 然後來執行一系列動作 所以他有順序 有動作 你想想看你們寫的第一個程式 是不是有一定的順序 是不是這個順序過程中間 都在做某些特定的動作 你們有沒有 會想自己你們寫的第一個程式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有沒有順序 有沒有什麼 這個順序過程中 你們在做什麼動作 都有嘛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就可以算是演算法 那解決問題的程序呢 當然我們說這是在演算法 所以有Action 有Order 這個就是演算法的這個順序 這個我們是之前看過對不對 Sudo code Sudo code就是虛擬程式嘛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看得懂的違約者啦 那我們可以利用Sudo code來幫助我們發展演算法 當然如果簡單的話 就說你們其實腦袋一閃 大概就知道 你也就必須要用到Sudo code的方式 但是以後如果假設真的有碰到比較複雜的問題的時候 那也許你需要透過這種方式去先讓你們整個國籍思考 先把它去比較明確 比較清楚的去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來然後繼續才來寫寫寫寫理論 那虛擬程式嘛 當然對於結構化 就剛說的如果把它變成是Hierarchy 所以我們Berry會看到的例子 就是利用Sudo code 然後搭配這個什麼 結構化的這個程式系列 來解決一些問題 那虛擬程式碼的部分 我們通常一般只含動作敘述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動作敘述 就是有動作的過程 就是我們在把這些動作 解成真正系列的時候 它是一個所謂的可被執行的 好 那這個東西 我們講清楚了 上禮拜有沒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 可被執行跟不可被執行的一個敘述 有沒有特別上禮拜 有沒有提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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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什麼叫可被執行 這應該很了解 對 像相加之後等於另外一個 那個是不是一個isputable 是一個可執行的 是不是 那另外像判斷 我在判斷一個東西 判斷兩個片數的大小 然後判斷之後結果是真是位 那個是不是也是一個isputable 這些都是可執行的 那什麼是non-insputable呢 不可執行的 不可執行一般就是 可能只是變數的宣告 變數的宣告 這些大概都是屬於不可執行 這只是一個宣告而已 所以我們大概虛擬程式碼就是 在特別focus 是在那些你可以去run的 可以去執行的部分 像宣告的部分 它們就是non-insputable的部分 所以那部分 你可以不用寫在你的虛擬程式碼裡面 那個是那麼重要 那另外整個控制結構 就是說 剛剛說過的就是要有一個順序 那順序的過程 其實就是我們在層次裡面的那個Statement 這個Statement它怎麼樣排列下來 那個叫做Statement 那這個Statement理論上 我們層次你一定是從第一行開始寫 第二行、第三行 我們都在依序寫下來 那這個順序基本上是一個一個的執行 基本上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就是手上從第一行執行 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第五行 對不對 這種叫做Sequential Sequential就是循… 這翻譯蠻饒舌的 循序式的執行 懂不懂?循序式的執行 就一行一行往下走嘛 對不對 那一行一行往下走的話就是一個Sequential的方式 但是有時候它會特別跑到某一個地方去 就像我不曉得上禮拜有沒有寫意的那個判斷式 你的判斷式如果不對的話 你會不會執行下面 執行裡面的那個內容 就跳到哪邊? 跳到下面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什麼? 它就跳啦 那跳的話就代表什麼? 控制權的遺准 那就它不會是接著往下一行去走 它因為你的這個控制定 控制的這個變數 讓它去做控制權的遺准 所以它就不會從第一行、第二行 它可能執行到執行的那個第三行 發現它是為…它決定跳到第五行 它就不會執行第四行 好 這個叫控制權的遺准 所以當然最常態的就是 就是如果你沒有特別在安排裡面 有一些控制權的遺准 它理論上整個就是 一根長子通道底 就是從第一行執行到第二行 那過程中間當然 我們不可能沒有這種所謂的控制權的遺准 通常一定會有滿多的 因為七層式的或所有的設計員都是一樣 它比較強、比較powerful的 比較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做非常多的重複的動作 那你想想看 如果它做重複的動作 它基本上就變成已經不是什麼 sequential 所以它只是某一部分是sequential 但是某一部分呢 它又變什麼 它又變成是一種控制權一種的概念 那時候就是非循序式的 非循序式的概念 那基本上我們所有的程式都有三種的結構 第一個就是我剛才談到的 循序的 sequence or sequential 那另外一個叫選擇 剛剛所謂的if 就是一種選擇的結構 選擇的結構 就是我判斷好的我才要做 做好的呢 或會的呢 我就不做 對不對 這叫選擇式的結構 那另外一個 上禮拜分享有沒有看到 一個就是重複的 就剛才談到的 因為 程式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很快的重複做很多動作 所以它就是一種叫 輕一點點 它就變成是一種叫重複 repetition repetition的結構就是 我們待會兒會看到的 第一個就是畫揚 它會重複的 只要它的某一個條件是真的 它會重複做什麼 那這邊當然 剛剛已經有提到 循序是內建的 就是所有的程式員都接量 內建就是一塊 一行一行往下做 那除非改變 改變是什麼 改變就是選擇 或者重複 否則的話 當然它會一行一行的去執行 那 好 這個就是sequential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你今天從某一個地方開始 然後再往下 然後再往下 就是一行一行往下走 對不對 那像這個sequential的概念 什麼 那可能就是把 total加grade 存到total 這個可能我們 不曉得之前有沒有看過 這個total跟total不是同一個嗎 那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怎麼樣把自己加到自己上面 那這看起來 如果在數學上面來看好怪怪的 對不對 但其實我們說過這個等號 並不是真的等號 對不對 是什麼 這個等號意思是什麼 這個等號就是把它加起來的結果 剛才不是有看過嗎 兩個 first number second number 然後some of number 對不對 這個等號是什麼 這個等號就是把它加起來的結果 指定到等號的左邊嘛 剛剛講過而已啊 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啊 所以這個就是我把等號的右邊這兩個 加起來存到這邊 存到哪兒左邊嘛 那這個total是以前的齁 所以我這個時候total就變 我裡面原來的數字是什麼 他就跟著變 我把total跟grade加起來之後 存到total 那我等於就是更新了update update的話 total裡面的這個數字的資料 對不對 這是一個assignment 他就有這個功能 就是等號啦 這等他叫assignment 叫指定功能 指定功能 那他的唯一的訊號口 當然就是這樣 add rate to total 然後呢 add i to counter 那這個也是一樣 counter等於counter加1 那這個也是我們以後 接下來今天可能就會常看到的 你持續的在更新 因為你在做這個做回圈號 因為我剛剛有談到一個概念 就是什麼 重複性的結構 對不對 重複性的結構在幹嘛 重複性的結構 就是讓你重複在run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可能有一定的數值 run一定的這個次數 他可能run10遍 run100遍 run1000遍 那我怎麼樣讓程式知道他已經run1000遍呢? 所以你要必須要有一個叫做計數器 就像有點 有點像我們來談那個計數器啦 就反正類似在 我可以在算那個流量的時候 在算那個計人次的那個概念 那這個計人次或計數的概念 計數的概念就是counter 那這個會用也是會強用 那counter會等於counter加1 就是說他每循環一次 他就自動把他的什麼?變數加1 把他變數加1 所以counter他原來一開始原來是0 那0加1存到counter 所以counter就變成什麼?變1啊 那接下來在下一個循環呢? 如果有一個循環再過來 counter這時候是1啊 那1加1就變什麼? 存到那邊變2 所以他就通過這樣的一個概念 他不斷地去更新他的這個數字 所以他數字才變成counter 那這個也是一樣 他就透過他的裡面 他不斷地去更新他的這個 叫什麼?total的這個變數 好 所以這個project 就是一個循環性的結構了 那當然那個只是一個層次的片段 只是一個層次的片段 所以他是一行接一行 那當然流生圖我們之前也看過了 流生圖 流生圖當然就是用圖形的方法 來表示他的一個shoot or go 或是他的演算法 那我們上次有談到好像矩形、菱形、圓 什麼什麼? 圓角、矩形、絕景 這些都是 反正他會透過一些 vroline 流向 就是透過箭頭 透過箭頭去把連接帶起來 那流生圖裡面大概剛提到這些 但是其實我們最主要是菱形 菱形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決策判斷 決策判斷 就是會做一些if的判斷 這個我們上次應該都看過 上上禮拜應該有畫過的整體 對不對? 所以剛剛知道那裡面是概念什麼 那是剛才看過 這只是其中一個循序式的 但是待會兒他可能搭配 搭配其他的會變成是一個重複式的 選擇的結構 選擇結構 剛才說循序就是一行一接一行叫循序 那接下來看的就是選擇 選擇的結構基本上就是這三個 就是在C裡面提供這三種選擇結構 if 這個 大家有各位看到 就是某項動作為真的時候 你才會執行 某項條件為真的時候 你才會執行某一個動作 那if-else呢 if-else就是直接翻訪 直接if-else 如果就不是否則是什麼 對不對? 那就是一個額外的判斷 那switch呢? switch會有更多啦 switch他會根據某種特定的運算式的結果 去選擇conference 他要運算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部分switch會到下一章才會看到 那我們待會兒會看到就是if-and-if-else 那這個其實你上禮拜應該也寫過了 那另外重複呢 剛才是選擇 循序然後來選擇 然後接下來重複 重複的部分呢 有三種 也是一樣三種 我們會先看到在這一張裡面的就是while 然後呢 dowhile是在下一張 for也會在下一張 所以anyway 這樣總共 總共看起來 看起來 整個c language裡面當然 我們說過循序 是其中一種嘛 這個就有講 那另外選擇也有三種 然後呢 重複也有三種 所以3加3加1 就是7嘛 就有7種所謂的控制的一個 這個迅速式 那這裡面我們會先看到的就是 剛才說的if-if-else 還有veriford 蠻快的 對 那所有的演算法 都會去把它根據你的需求 去把這七種控制的敘述 去把它做一些組合出來 去把它組合出來 然後才達到你所要的五條 所以這7種組合 然後這7種 這這個 所謂的結構呢 或者控制架構 是非常重要 好 重要的 那你們以後會發現所有的程式基本上就是 要把這些東西把它善用這些組合 你才能夠達到你要的目標 好 所以我們馬上先來看 當然基本上就是用來選擇嘛 用來選擇 那這個例子我們選很簡單 我們趕快看一遍 考試及格當然是60分啦 那如果學生的成績是大於或等於60分 那你要先判斷他到底是不是60分 超過60分啦 大於等於60分 如果是的話呢 當然就in to pass 然後質詢下一個 如果不是的話 當然這個列意的動作不會執行 所以我們的虛擬程式碼也很簡單 但是他這邊寫英文 因為這本課本本本來是英文 你們會認為用英文課本比較好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也許 如果你們學歷沒有 我們就改用英文課本就可以 好 那英文課本 不過你們現在圍基編好像進行 也是中文的 這樣子 圍基編好像進行也是英文課本 那這本課本其實是中藝本 有英文文版 其實如果你英文 因為中文版 我覺得它有些翻譯版的不太好 所以有時候你看 果然看原文版的 它的那個專有名詞 反正那個專有名詞 英文版就是這樣 那中文版的翻譯過來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你會聽到這個翻譯的名詞 有時候會聽到另外一種翻譯名詞 那就會有點亂 所以有時候看 當然我們的英文的專有名詞 會把它標出來 就會跟這本課都標出來 但是我們有些翻譯的 我竟然是為什麼沒有那麼好 所以如果用看英文看的習慣的話 如果看的習慣的話 就能幫你們準備練習英文 對不對 反正你們畢業不是有英文文章嗎 是什麼 勾勵750 600 如果有修課的話 600就可以畢業了 那你就乾脆不要修 你反正百五就好 對不對 七百五又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是不是 是嗎 這反正不是 好啦 反正我覺得用英文有時候也還比較舒服 好啦 這個不過這簡單的英文 因為程式裡面沒有特別複雜的英文 所以 If student great is greater than all equal to 60 對不對 那這是一個讀多寇的概念嘛 然後呢 Great past 好 那就把它翻成中文 如果你要用中文寫讀多寇的話 你是不是就寫中文 如果學生成績大於 大於或等於60分 則怎麼樣 把這個pass這個東西 然後列印出來 是這樣子的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shoot of code 然後再搭配什麼 if的這個選擇 好 那如果當然這個判斷是 如果是錯的話呢 當然下一行 這個這一行就不會被執行 那直接跳到什麼 跳到下一個虛擬序述序 下一個就是什麼 在print pass之後呢 你就去除了 所以它就跳過去了嘛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選擇的控制 好 是一個selection的control 一個選擇控制的部分 那對應的流程圖呢 這個你上次應該畫過嘛 一個 就是這個 零形的 然後bread大於等於60 那這邊兩條線出來 一個true 一個force 那true的話就print pass 再回來 如果是force 就直接跳到下一行 這個就是它的流程 好 所以你的shoot of code 更衛流程圖 這個我們上次也判過了 那至於if else呢 if else就是它 讓它的選擇更多 剛才的那個選擇是基於判斷 這個條件是真跟wait 對不對 真跟假 如果是真才執行下一個敘述 如果是wait的話呢 就跳到下一個 跳到下一個stement 但是不管它 那這個時候 只有單一個動作 就單一個動作 那if else它可以執行更多的動作 更多的action 那這邊的動作就是說 如果剛才是只有超過60分 超過60分才會free pass 但是小於60分呢 它就沒有任何的處理 就沒有任何的action 所以這時候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這個else的部分 來讓它小於60的時候呢 它就會印出所謂的fail的概念 那完了之後才會 好 以後的出租才會被wrong 所以我們寫成這個 shoot of code也是一樣 如果學生成績大於等於60分 然後print past else否則 否則的話就printfail 那這個裡面它其實並沒有判斷 else這邊 所以else是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如果你的這個條件超過大於等於60 沒有被滿足 那剩下的其他條件都會跑到這裡來 有沒有 所以它這個是沒有任何的判斷 就是只要前面這個被 這個前面的第一個判斷條件 如果是錯的話 它結果接下來就直接跑到這裡來 所以它沒有的選擇 所以這個你要使用這個要小心啦 要小心的意思是說如果你還有其他選擇的話 你不能夠直接用else 如果你可能還有其他判斷 還有其他判斷 所以這個else是很強烈的一個 就是說前面什麼都沒有了 到最後反正就把你丟在一起去 所以這個else是前面這個條件都沒有來 else就直接調到這邊來 它不會去做任何判斷 它不做任何判斷 所以else是有這個特殊的意思 要注意 然後完了之後呢 所以它至少這裡面兩個一定會執行一個 這個有點是二選一啦 如果你用ifelse 這一定是二選一 你把它這樣比例讓比較清楚吧 二選一 這兩個你只能選一個就對了 就這個條件對就做這個 否則的話就一定做這個 二選一 它不可能 它有可能 如果你有些情況是有可能都沒有選到的 有可能是以上皆非的那種情況的話 那你用這個這樣的一個結構就會有問題 好 只能注意 那寫成留存圖來畫成留存圖就是這樣 大於代表60 truth 就是 very past 那force 當然就是else 再補稱就是 very past 所以它就是兩個拖過去 然後連下來 那寫成對應的這個符號當然很簡單 這個可能有看過了 那寫成對應的虛擬碼就變這樣 就是法式虛擬碼 寫成這個C層式語言 寫成C層式語言就是寫成 grat大於等於61 然後呢 記得要加那個什麼 大瓜 對不對 左邊的大瓜 然後呢 put as 然後pass 然後再一個 右邊的大瓜 這是and if 對應if 但是這個if是對應else 所以if else 然後呢 else就是put fail 然後呢 然後再一個呢 這個大瓜 所以這邊要注意這個語法 這個語法就是說 if的部分這邊都要加一個什麼 叫做括弧 不要錯 不要忘記 如果沒有這個括弧 有時候它編譯很不破 或者說編譯過你的自行程式 結果就會錯 所以這個是它的這個 整個對應的C層式嘛 寫成if else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知道了 這個叫什麼 這個兩個斜線中間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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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註解 這個叫註解 這個叫註解 然後另外這邊有沒有看到這個puts 為什麼往裡面 往裡面過來一點 縮排 這個叫縮排 很重要 縮排 會讓你的程式看起來更簡潔 因為我們類似會有這種hierarchy的概念 hierarchy就等於下一層 它就往內縮一點 往內縮 類似這樣的概念 puts 所以往內縮 所以在主要程式後面一點的 你包含的內容裡面呢 你把它內縮 就是說你在讀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近 別人再看會比較一目瞭然 不然人家的話看得很生氣對不對 塑膠是不是也特別說 你們如果不縮排 一定解 會怎麼樣 分數會稍微 分數會稍微 分數會稍微跟你們解釋後 所以盡量 程式一定要注意 這是養成的好習慣 好 休息一下